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觉得这一切都太过于安静 那刚刚好 扯起嗓子随口就唱的客家山歌 足以把这份山水的宁静 荡漾出几片不大不小的涟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浦 地势高耸 常年雨雾笼罩 素有明茶之香的美誉 彩茶是客家妇女最主要的劳动 辛苦劳作之余 彩茶女们随口而言的彩茶歌 也成了客家山歌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题材 回欢曲折的旋律 回婉动听的曲调 这就是我们朝思暮想的客家山歌吗 今年已经73岁的于耀南 号称客家山歌的活字典 他告诉我们 客家山歌题材广泛 曲调丰富 种类繁多 而且极琴极琴 谁都可以唱 见到什么 唱什么 我一岁一岁多 就回到我妈就从马来西亚带我回来 这个晚上的时候 点着这个小小的那个煤油灯 他们就在就把我 把我抱着 在那边唱 那个时候我小的不知道我妈唱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她念经 吃着地道的客家发板 喝着地道的客家山茶 听着地道的客家山歌 于耀南也就是从这个时候 开始了她与客家山歌 扯不断的情缘 那个餐这么小 那我就是跟着那客家 那个他一家一家的药饭 我就跟着他唱 他这样子唱 我感到奇怪啊 这么小小的可爱 他看什么唱什么 很等到人家的同情 这样那就是后来我就是把我妈的那个水的那个柱床 把它系了 做这个柱板 我妈气得要命了 我妈扛开扛开 我妈 我妈妈你怎么样 那样那个大年出去的那个唱的那儿戏啊 就说我要死了嘛 就像那个时候 就像那个时候 像头一张老婆 像Kivu 客家山歌的著名研究学者 曾任大浦县文化部长的胡锡章教授却说 客家山歌之所以被称为 有诗经一封的天籁之音 关键还不在它的丰富的曲调和独特的音乐 我觉得最大的特点 一个就是客家山歌文学 它是最大的 最大的两点 它是可以说是 名歌里面的一个馈报 它是可以说是名歌里面的一个馈报 这里不仅有诗经的传统风格 还能找到唐诗律语的浓重身影 七字四句的歌诗句 七字四句的歌诗句是 每句为二二三的组合 笨一二四句多压平生韵 这些让客家山歌拥有了一般山歌所没有的古汉语音质 这些让客家山歌语音质 这些让客家山歌语音质 不论是笔姓手法还是双关语音质 这些让客家山歌 仿佛一个集古汉语之大臣的语音大师 聊聊几笔意境含蓄的歌词 就能将无形无影的思想情感 化为具体可见 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 而且语音生动通俗 押韵上口 你比如说 如山看见藤产疏 楚山看见书产疼 疏死疼生产到死 疏生疼死死也产 这个呢 你听起来 它是极琴极琴 就是从山里面出山 如山看见的东西 没有一个字讲到情字 没有一个字讲到哀字 但是你想想 这里头的情啊 这里的哀呀多甚 叫做生死恋啊 缠到死死也缠了 生死恋 你多生动啊 这是一个比喻 比喻 缠是双关的 藤产 另外的 它这个人的情的产面 它是双关的 有比喻有双关 非常的非常的生动 其中惯用的就有 比喻 双关起性 重别 直序 对比 排比 对偶 顶真 夸张 拆字等十种 这些在现代文学中 已经几乎灭绝的表现手法 却在这个闭塞的山川之中 活跃地生长在 每一个人的口中 心里 曾经 他也以这样独特的语调 与阔绰的身姿 唱向过 我们是共产党 爱你 应该要先饭 渐渐地 于耀男唱山歌 唱出了名堂 唱出了名气 于是 于耀男被从学校 直接调到了剧团 并作为文艺骨干 下乡巡演 我们三个人 就是一个背包 装这个服装 自己的服装 跟那个演着服装 一个替灯 一把二服 就这样 到群住最西方的地方 最山的地方去 那个时候没有公路 没有车 都是步行 就像你 不怕你新歌 比艾多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唱一百多首 要唱快板象山舞技板 他们在跟中根那个农民 看到了就把那个扒 然后就不要走 跟我们唱三个 好了 没办法 就是背包打开来 就在那个田边 跟我们唱 他们高兴死了 所以到山村里面 他们用最好的白米 花束 青菜 他们那个新娘间 新娘住的房 都让给我们住 中文字幕志愿者 得以在全国推广 也让更多的人 见识到了客家山歌的魅力 年纪轻轻的于耀南 也从这时开始广收弟子 今年 今年已经六十岁的她 是大普县地道的农村妇女 她是于耀南的第一个徒弟 别看已经成了奶奶辈 但唱起客家山歌 可是一点也不比现在的小姑娘选色 这三个活动啊 也是很多地方它是不同的 这么普及 而且呢 妇女 会唱三歌 甚至的妇女比男的还厉害 哎呀 这个是 以前呢 那刀书可听的三歌声 就是东哥 所以呢 她这是跟 感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客家山歌就这样 以高亢而自由的语调 诗意而古朴的语言 花破寂静的连绵山野 传向幽远的现代世界 那么客家山歌 又是如何穿越崇山峻岭 从历史悠久的中原大地 一路传唱到 被称为满野之地的南岳之乡呢 为了搞清楚的 我是也跑了安徽 跑了湖北 跑了广西 跑了江西 跑这些地方摸这个源流 就是全是一个客家山歌来的 它是跟这个古代的明歌 有关系 跟唐氏松茨有关系 有姨妈乡存的 一千多年以前 客家的仙女 因为战乱 饥荒等原因 从中原一带 先后历经五次大迁徙 辗转南迁至 被大山屏蔽的 干敏越三角地区 迁徙而来的客家人 在这里 与当地土著相互杂居 其具有的汉唐风韵的 中原汉文化 逐渐与周边 有浓郁乡土气息的 土著文化相融合 创造出具有 独特地域色彩的客家文化 这个文化 他就跟当时的蛇咬的走的 那个很早的民族的 一种民风 所以他是合起来的 喜欢唱三角 喜欢得三角 特别妇女喜欢那三角 这个就是跟当地的 中原哪里 妇女哪里唱三角的 中原妇女是叫走不出妇 男跟女指 女的唱三角 而且那么厉害就拿来的 就是当地的艺术 所以这个清末的黄振县 他曾经讲过 土寿好歌 那了单一手之今 相传不改 清晨 当我们走在大湖小镇上时 几乎看不到年轻人 从大湖小镇上时 他们也会有 zon九 他什么都行 他什么都行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就必须这些 这些改称的 这些改称 都要也会有 那个son九 他也会有 什么都行 他会有 我看不到 他тя银 Ex-Khan 這個環境起來的變化 過去的沒有文化的農民 現在的從幼稚園球開始去 是各種環境起來的變化 原來的它的生態環境起來的變化 所以三個才慢慢地人少 這個是一個環境的變化 阿修 副部長來了 來嘍 喂 副部長 沒事啊 沒事 想吃你的妹妹們聽話就來了吧 我們還是到老地方談談吧 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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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留住客家山歌精髓文化 余耀男 吳錫章 兩人悉心合作 先後出版了《客家山歌知識大全》 《搞笑大王》等著作 其中 客家山歌知識大全 融合廣東省第五屆 魯迅文藝獎 民間文藝獎 這天晚上 余老師接到電話 說有個村裡為了準備即將開幕的客家山歌大賽 想邀請魯迅文藝獎 想邀請魯迅文藝獎 去那場現場的文藝獎 當我們跟隨余耀男老師的腳步 向大譜深處 貼得再近些 我們看到 在那些被日月雕琢的 最樸素的人們臉上 心中 還有更為歡唱的客家山歌 在源源流淌 一橋是三高峰一橋 好 咱們客家山歌怎麼發展下去 這個是 我們永遠就在 你講到這個地方 我提醒你 你是國家級的傳承人 你們的主要人物傳承什麼 應該傳承傳統 但是要改革下有些三個是不行的 把傳承傳承 完成傳承這個任務要完成 那麼創新 你有精力你可以做 你沒有這個精力 你可以讓別人做 在古漢語 與民間藝術失重的年代 在東方文化 與西方文化 激烈衝突的時代 客家人 將以何種獨特魅力 繼續這樣高康自由的腔調 這樣失意無脱的語言 請問們 どう會是我們的版權 我們要來自然而言 我們要來自然而言 起問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